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一位PURY車手Anthony 來接受我們遙控模型的訪問 Anthony 有否介紹你的車 這車主要是Yokumo SD 改的 因為我們玩 Drift 想車比較平衡 所以原本就把一直電變成分體電 馬達就放回前面 令到重量分佈平均 所以PURY的動作會更漂亮 好像全部都是你自己手做的 是呀 那做了多久呢? 做了兩個星期 那你玩PURY車玩了多久? 玩了一年 那是否因為覺得市面的人已經不夠自己去玩 所以自己用心去改一些呢? 你也可以這麼說 還有有時做DIY都挺好的 那可否再講一講你的頭昏巴 油壓那些呢? 怎樣去適應每一個場地呢? 其實PURY適應場地就比較彈性一點 那最主要就是 因為車的擺動力讓它自由一點 自由一點 是啊 還有我想車輪影響性會比較大一點 是啊 那好像剛才你在地毯玩一次 那如果一會在石屎地街上玩 不是很大分別嗎? 都很大分別的 那又要再設置一次嗎? 如果可以轉輪就不用設置太多 但如果不轉輪的話 都要設置車比較慢一點 那其實都是看輪胎的改變 基本上是 那你現在這套輪胎是為哪裏玩的呢? 最主要都是為一般的石屎地 還有納青地 好 謝謝大家 我說了 好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